为了方便民众接种疫苗,于是向卫生所日前办理假日接种站,在假日的时间来为民众进行疫苗的接种,不论是第几剂,只要符合资格都可以带相关证件进行接种。 今天在我们的余子卫生所来开打这个快速的施打站,我们的乡亲非常的踊跃,有的是来施打第一季,有的是施打第二季,有的大部分都是施打第三季,因为这样子有这个假开的这个日子,让我们这些有的是要上班的民众都比较便利,让他们能够赶快的把他打满。 在这里呼吁大家也一定要勤洗手,戴口罩,把口罩戴好戴满,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 于是向卫生所护理长也表示,办理假日接种站来服务民众,让平时忙的民众可以利用假日的时间前来接种疫苗,也提醒民众除了疫苗的接种以外,也要做好勤洗手,戴口罩,保持社交距离。 我们今天有开设那个假日的接种站,那我们预计8点半到11点半,我们是接种莫德纳的疫苗,那预计的人数大概是200位,那10点半到11点半的话是预计是BNT,那预计的人数是大约是60位左右,那也希望我们的乡亲呢能够保护这次施种的那个机会, 那预约来参加这样子,那平常还是要注重我们的防疫措施,那戴好口罩,请洗手,保持社交距离。 新议员王秋淑也到场关心,王议员相当感谢医护人员的用心,利用假日时间来为民众服务,也希望民众可以多多配合。 也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努力的来施打,让我们的这个赶快的疫苗能够赶快把它完成第三剂,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些的医护人员, 假日来加开,让我们的乡亲能够赶快的把这个疫苗都把它打好打满,非常感谢他们的辛劳。 接种疫苗是提升保护力最好的办法,王议员感谢医护人员的用心,也呼吁还没接种疫苗的民众尽速进行疫苗的接种。 记者邱平逸,于此采访报道。